车打芝士又叫切打芝士 就是小时候动画片常看到的黄色芝士 也是麦当劳汉堡里那片黄色的芝士 车打芝士极具全能性 几乎可以取代所有的奶酪 Ricos农作车打芝士酱 是芝士片与芝士碎的另外一种形态 可以取代芝士片碎等 做汉堡披萨薯条一面酱 平底锅加热 倒入两汤匙橄榄油 加入洋葱 胡萝卜 芹菜和大蒜 煮约三分钟 偶尔搅拌 直到洋葱变软 加入40公克面粉 五四特酱和辣椒酱 煮约两分钟 偶尔搅拌 加入鸡汤和二杯水 煮开 中火煮约二十分钟 直至蔬菜熟透 将烤箱预热至190度 把一汤匙橄榄油 适量盐和胡椒粉倒入面包块中 搅拌均匀 放入烤箱烤约七分钟至金黄和脆 取出备用 煮好的蔬菜汤用搅拌机低速打均匀 然后倒回到锅 中火煮五分钟 煮开 把Ricos农作车打芝士酱和普罗沃干烙碎 30公克面粉倒在一个碗里 用搅拌机搅低速打均匀 将奶酪混合物倒入汤中 慢慢搅拌直到融化 小火煮沸 在炒锅里倒入两汤匙的橄榄油 用中高火炒牛肉煮直到青黄色 约三分钟 倒入辣椒轩和香菜 用盐和胡椒调味 将牛肉和面包块撒在煮好的汤上 撒上香菜点缀即可